不僅僅是詐騙犯 還是組織犯罪裡面的成員 還用淋虐的方式去剝奪人的行動自由 讓他們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犯案 毫無畏懼 毫無畏懼 這個是我們現在 所在面臨的狀況 我想要跟次長交換意見的事情是說 法律人在修法的時候 不是只有單純的在看那個法定型怎麼調 你要看最後刑事司法實踐的結果到底是什麼 以及最後這個刑事司法實踐的結果 對於我們刑法所要達成的目的 不管你採取的是什麼理論 有沒有實際的實踐 刑法所要達成的目的 市長你覺得有嗎 我們還是有積極的安排教育訓練 來要求檢察官要督促法院良行的程序 以符合罪行相當的原則 你們什麼時候開始做教育訓練做這樣的督促 這個一直以來我們 一直以來都有嘛 對 那如果一直以來都有的話 請問這件事怎麼發生的 這個是在做完教育訓練以後還是做完教育訓練以前 我們公訴訓練是常態性的訓練 這個 所以吧 對一直都有 所以這樣的現實沒有讓你警覺到說 你所謂的公訴常態性的訓練 沒有發揮效果嗎 還是你認為有發揮效果 我們尊重法官的判決 我們只能努力了 真的 這樣真的太消極了啦 如果到今天你站在這邊還是尊重法官的判決 因為 對於立法者來講 我們要解決 我們要處理的問題 非常的critical 現在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搞出來是這個樣子嘛 這樣的實踐的結果 我老實跟次長報告 社會大眾沒有辦法接受 我也沒有辦法接受 那個不是立法委員是不是已經明粹的 在不斷調高刑罰 而是我們看到實際實踐的結果 根本沒有辦法達到刑罰的功能嘛 市長 你覺得我說的有沒有道理 委員講的有道理 那有道理 那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 接下來該怎麼辦 我們要提高法定刑嗎 還是繼續信賴 法務部對於公訴檢察官所做的教育信念 還是期待 法官 在量刑的時候 不會按照以前的方式這樣繼續下去 我現在想要請教法務部跟司法院的事 如果這樣的結果 大家都沒有辦法接受 連您也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絕對不是在這邊說空話嘛 對 對 包委員 我想這個 檢察官要努力 法官這邊也應該有機會來做調整吧 來我最後 時間的關係 這個案子 我說 到2022年收網的時候 第一波被抓了嘛 但他完全沒有在怕 沒有抓到他 他在台中繼續幹 結果私情拘禁 給人家上手銬 給人家上腳樓 來看一下 這個是法院最後判刑的結果 杜成哲宣告刑 7個月 其他的 6個月 6個月 4個月 全部一顆罰金 那等於是什麼 我把提供人頭倡戶的人 用手銬腳樓關起來 我所會付出的刑事處罰的代價是多少錢 18萬到12萬 市長 這樣的結果你可以接受嗎 我們尊重法官的判決 我們當然尊重法官的判決嘛 我的意思是 從法務部 執掌法務部 我們在訴追不法犯罪的時候 這樣的結果 你認為妥適嗎 我們會繼續努力 你要如何努力 我相信你一定會繼續努力 現在我的問題是你要如何努力 你要如何努力改變這一個 讓非常多的人 沒有辦法接受的結果 這是我的問題 講空話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現在我的問題 我不是懷疑你努力的決心 我在請教的是你要如何努力 我們在 我們現在也有 對於私刑激進的話也有加重處罰 再往下 一模一樣 他後來被抓到的 到2023年 我剛剛所講 私刑拘禁的那個案子 又32個加重詐欺罪 詐欺的金額超過2200萬 32個加重詐欺罪喔 又多了32個被害人 每一個宣告刑 一年四個月到一年一個月 宣告刑合計47年9個月 這個還沒有定執行刑啊 但我有一點沒有辦法想像啊 這個定執行刑以後 定出來會多少 因為按照我們目前給法官的裁量權 法官只要判 定的執行刑喔 只要在一年11個月以上 那就合法了嘛 我說的對不對 是 會不會發生 跟之前 把他養大的那個案子一樣 要定兩年的執行刑 雖然他總宣告刑加起來 已經47年了 面對這樣的狀況 我們當然都尊重 司法個案的判決嘛 但問題是 當給法官這麼大的裁量權 最後裁量出來的結果 從刑罰的目的 從最後 要抑制詐騙犯罪 全部都沒有辦法達成效果的話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深切的檢討反省 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 市長贊不贊成 我贊成 司法院贊不贊成 我們就這方面我們要繼續努力 你們繼續努力啊 我希望啊 告訴社會大眾 你們要如何努力 告訴社會大眾 你們要如何努力 我希望下一次 我們再站在這一邊 在討論相同問題的時候 我能夠聽到 你們跟所有的 台灣社會 關心詐騙 痛恨詐騙的人講 法務部也好 司法院也好 要如何努力 好 謝謝 謝謝 看一下 我在之前公定會的時候 我就很清楚的點出來 台版柬埔寨的主賢蘭道 他是怎麼樣從小弟到首腦 31個加重詐欺罪 分成兩個審判程序 來先看一下A案的審判程序 2020年5月到6月的時候 犯案 總共有12位被害人 12個加重詐欺罪 最後 並執行刑出來 只有10個月 還給他一幅勞動 右手邊的另外一個審判程序 是他繼續的參與犯罪組織 共同詐騙了19位被害人 19個加重詐欺罪 最後判刑2年 緩刑3年 一天的牢 都沒有做過 一天的牢都沒有做過 針對這樣子 刑事司法 在個案當中實踐出來的結果 請教次長 站在法務部的立場 能不能夠接受 第一 我們還是尊重法院的判決 那第二 我們 為了要打 這個打擊這些詐騙集團 我們當然 期待 期待要 這個良心上能夠符合我們 被害人以及社會大眾的 的期待 第一個 我們當然每一個人都尊重法院的判決 但作為法律人 法院最後判決出來 乃至於執行的結果 都是我們刑事司法體系當中的一環 我說的沒有錯吧 法委 沒錯 在面對 這個刑事司法體系 實際運作的結果 我剛剛的問題是請教法務部 站在法務部的立場 我們國家 要嚴肅的去追溯 詐欺犯罪的這件事情 這樣的結果 對法務部而言 能不能夠接受 我們還是尊重法院的判決了 不過我們立場還是希望 能夠更具體 現在有兩個層次嘛 第一個我為什麼問你能不能夠接受 如果這樣的結果 從社會大眾的期待 從刑事法律 不管從印報的功能 一般預防的功能 特別預防的功能 都沒有達到刑罰 所應該發揮的效果的時候 這個時候 就是我們應該去誠實的面對檢討 為什麼出來判決的結果 會變成這個樣子 市長您贊不贊同 這個我們贊同 那現在 好 如果你贊同的話 請你仔細看 在這個案子裡面 你覺得發生最嚴重的環節 在什麼地方 應該是定執行刑 現在定執行刑是 每一個詐欺犯罪 他每一罪的宣告 從一年到一年八個月 最後 總宣告刑是21年兩個月嘛 對不對 對 在我們目前 訴罪併罰的法規當中 也就是我們要以 每一個宣告刑最高的 當作底線 總宣告刑 21年兩個月 當作上限 在這個空間當中 給法官來裁量 我的說明有沒有錯誤 阿偉沒有錯 沒有錯嘛 好 作為一個立法者 當我們看到 給法官這麼大裁量權限的時候 結果竟然 他裁量出來的結果 是定執行刑兩年 這個會讓我們很嚴肅的 必須要面對一個問題 我們針對訴罪併法的部分 是不是給法官太多的裁量權 有沒有必要修正 請教一下次長 請教一下次長 這個 這個我們在 那個刑修會議裡面 也做過討論了 那再來 詐欺犯罪危害防治條例 我們也會 草案裡面第50條 檢察官在起訴的時候 也會具體求刑 那我們也 我先提一下 不用 剛剛你所講的專法 現刑法 檢察官可不可以具體求刑 可以 可以嘛 所以就不要講空的 現在我在問的是 針對訴罪併法 這麼大的裁量權 交給法官 導致最後出來的結果 是這個樣子 從法務部的立場 從法務部的立場 你們能不能夠接受 如果個案檢察官認為良行過低的話 我們的確 會再收集其他的資料 來提起 依照法律程序 就這個個案 你覺得檢察官 應不應該覺得良行過低 這個檢察官個案他會認定 現在我就來跟你講這具體的案子 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齁 這個是前案喔 這個還當 這位藍道 他還是小弟喔 他只是這個犯罪組織其中的參與者喔 他還沒有真正的成為什麼 上面的領導人 但我們接下來 再往下看 剛剛的那一個判決 來請市長跟司法院的刑事廳廳長看一下 2022年4月的時候全部判刑確定 犯罪時間 在檢察官所追溯的犯罪事實 是在2020年 到2022年4月判刑確定 判刑確定了以後 一個緩刑不用關 一個給他易服勞動 請問他在易服勞動的時候啊 去做了什麼事 發生了台版的柬埔寨 從2022年8月到2022年11月 拘禁提供帳戶的人 淋虐他們 繼續進行詐騙 這個案件 檢察官什麼時候收網的 市長你熟不熟 收網的時間我不清楚 收網的時間我跟市長講 市林地檢署偵辦 是 收網的時間是2022年11月 11月收網的時候 杜成哲還沒有抓到 其他的人先落網了 其他的人先落網了 好 沒有抓到他 但是台版柬埔寨已經被偵破囉 許多共犯都被抓了 但杜成哲跟其他幾個人跑了 來我們再看下一張 我們在第一個案件當中 31個加重詐欺罪 讓這位杜先生 難道 一年 一天的 勞都沒有做 一天的勞都沒有做 他在外面 一浮 勞動的時候 在台北 三重 淡水 拘禁 提供人頭帳戶的人 凌虐他們 2022年11月 檢警收網 其他的人都被抓了 這位杜先生還沒有被抓到 來再繼續往下看 2023年的3月 他繼續在台中做什麼 他繼續在台中 從事詐騙 而且拘禁什麼 人頭帳戶的提供者 用手銬 用腳樓 的方式 來控制他們的行動自由 繼續的從事詐騙 我們的刑事 體系 我們的刑法體系 為什麼會讓整個社會大眾 看到的是我們對於 不僅僅是詐騙犯 還是組織犯罪裡面的 成員 還用靈略的方式 去剝奪人的行動自由 讓他們可以一而再 再而三的方案 毫無畏懼 毫無畏懼 這個是我們現在 所在面臨的狀況 我想要跟次長交換意見的事情是說 法律人在修法的時候 不是只有單純的在看 那個法定型怎麼調 你要看最後刑事司法實踐的結果 到底是什麼 以及最後這個刑事司法實踐的結果 對於我們刑法所要達成的目的 不管你採取的是什麼理論 有沒有實際的實踐 刑法所要達成的目的 市長 你覺得有嗎 我們還是有積極的安排教育訓練 來要求檢察官要督促法院良行的程序 以符合罪行相當的原則 你們什麼時候開始做教育訓練做這樣的督促 這個一直以來我們 一直以來都有嘛 那如果一直以來都有的話 請問這件事怎麼發生的 這個是在做完教育訓練以後 還是做完教育訓練以前 我們公術訓練是常態性的訓練 這個 那所以吧 對一直都有在說 所以這樣的現實沒有讓你警覺到說 你所謂的公術常態性的訓練 沒有發揮效果嗎 還是你認為有發揮效果 我們尊重法官的判決 我們只能努力啦真的 這樣真的太消極了啦 如果到今天你站在這邊還是尊重法官的判決 因為對於立法者來講 我們要解決 我們要處理的問題 非常的critical 現在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搞出來是這個樣子嘛 這樣的實踐的結果 我老實跟次長報告 社會大眾沒有辦法接受 我也沒有辦法接受 那個不是立法委員 是不是已經明粹的 在不斷調高刑度 而是我們看到實際實踐的結果 根本沒有辦法達到刑罰的功能 市長 你覺得我說的有沒有道理 委員講的有道理 那有道理 那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 接下來該怎麼辦 我們要提高法定型嗎 還是繼續信賴 法務部對於公術檢察官所做的教育訓練 還是期待 法官 法官 在量刑的時候 不會按照以前的方式 這樣繼續下去 我現在想要請教法務部跟司法院的事 如果這樣的結果 大家都沒有辦法接受 連您也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絕對不是在這邊說空話 對 包委員 我想這個檢察官要努力 法官這邊也應該有機會來做調整吧 來我最後齁 時間的關係 這個案子 我說齁 到2022年收網的時候 第一波被抓了嘛 但他完全沒有在怕 沒有抓到他 他在台中進去幹 結果私情拘禁 給人家上手銬 給人家上腳樓 來看一下 這個是法院最後判刑的結果 杜成哲宣告刑7個月 其他的 6個月 6個月 4個月 全部一顆罰金 那等於是什麼 我把提供人頭倡戶的人 用手銬腳樓關起來 我所會付出的刑事處罰的代價是多少錢 18萬到12萬 市長 這樣的結果你可以接受嗎 我們尊重法官的判決 我們當然尊重法官的判決嘛 我的意思是 從法務部 執掌法務部 我們在訴追不法犯罪的時候 這樣的結果 你認為妥適嗎 我們會繼續努力 你要如何努力 我相信你一定會繼續努力 現在我的問題是 你要如何努力 你要如何努力改變這一個 讓非常多的人 沒有辦法接受的結果 這是我的問題 講空話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現在我的問題 我不是懷疑你努力的決心 我 我在請教的是 你要如何努力 我們在 我們現在也有 對於私刑拘禁的話 也有加重處罰 再往下 一模一樣 他後來被抓到的 到2023年 我剛剛所講 施行狙擊的那個案子 又32個加重詐欺罪 詐欺的金額超過2200萬 32個加重詐欺罪 又多了32個被害人 每一個宣告刑 一年四個月到一年一個月 宣告刑合計 47年9個月 這個還沒有定執行刑 但我有一點沒有辦法想像 這個定執行刑以後 定出來會多少 因為按照我們目前 給法官的裁量權 法官只要判 定的執行刑喔 只要在1年11個月以上 就合法了嘛 我說的對不對 是 會不會發生 跟之前 把他養大的那個案子一樣 要定2年的執行刑 雖然他總宣告刑加起來 已經47年了 面對這樣的狀況 我們當然都尊重 司法個案的判決嘛 但問題是 當給法官這麼大的裁量權 最後裁量出來的結果 從刑罰的目的 從最後 要抑制詐騙犯罪 全部都沒有辦法達成效果的話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深切的檢討反省 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 市長 贊不贊成 我贊成 司法院 贊不贊成 我們就這方面我們要繼續努力 你們繼續努力 我希望啊 告訴社會大眾 你們要如何努力 告訴社會大眾 你們要如何努力 我希望下一次 我們再站在這一邊 在討論相同問題的時候 我能夠聽到 你們跟所有的 台灣社會 關心詐騙 痛恨詐騙的人講 法務部也好 司法院也好 要如何努力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